大家好,我是阿勇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道菜 酸菜炖排骨 这道菜是地道的东北菜 下酒又下饭 好,话不多说 我们就来看这道菜到底是如何做的 现在看到的是一斤小排和一斤酸菜 今天准备的是大白菜的酸菜 我知道的酸菜有三种 一种是现在看到白菜颜值的 一种是包菜颜值的 还有一种是川式泡菜 做酸菜鱼的酸菜 做这道菜 我感觉还是这种 大白菜腌制出来的酸菜味道会更好 在东北也都经常吃这道菜 而且都是用这样的酸菜来做这道菜的 首先把白菜切成细丝 切好后放入到一个带水的盆中 清洗上两遍 因为市场上买腌制好白的酸菜 它都添加了防腐剂 必须把这个味道给它清洗掉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市场上买的酸菜 它的酸味其实也特别的冲比 我们把这种酸味给它淡化一下 也就是把它融合一下 清洗两遍后 这种特别冲的味道 就会淡化掉 清洗好的酸菜 我们把水分挤干 放入到盘子里面 下面准备两根香葱打成结 生姜一小块 拍碎 拍碎完然后改刀 然后把这两者放到排骨盘里 再准备一节大葱 斜刀切块 生姜一小块切片 放入碗中后 再加入两个八角 旁边白白的是什么呢 旁边白白的是我们准备的一两大油 下面 锅中加清水 冷水的时候 我们下入洗干净的排骨 葱 生姜 再加入十克的料酒 放这些是为了去腥增香用的 随着水温的升高 才能更有效的把排骨里面所含的血水 给它焯出来 水滚之后 我们用勺子把浮沫打干净 再煮上三分钟左右 这样的去腥效果会更好 能更有效的把肉里面的血水 给它煮出来 三分钟后 我们把排骨捞出放到温水里面 把肉上面残余的浮沫 给它彻底清洗干净 捞出清洗的排骨的这个水 千万别用凉水 因为排骨是热的 你放到冷水里面 肉会迅速的收缩 吃起来的口感会发硬和发柴 所以我建议朋友们 一定要放入温水 清洗过后 我们把排骨捞出 朋友们可以看看 这个洗排骨的水 全都是这种浮沫 所以说 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个步骤 我每天都在用心分享做菜 每道菜都非常的详细 希望朋友们能点赞支持一下 下一步 起锅烧热 放入猪油 这道菜要想好吃 一定要用猪油 千万要记住 如果放斯拉油 花生油 菜籽油 这道菜炖出来的味道就会不香 为什么要用猪油 是因为动物油的油脂 与一般植物油相比 有不可替代的特殊香味 和里头的很多微量元素 可以增加人体的食欲 猪油化开之后 放入葱姜 还有八角进行爆香 保证香味给它炸出来 炸出来之后 放入酸菜 酸菜一定要进行煸炒 把酸菜里头的香味 给它炒出来 大概大火炒至一分钟后 放入排骨 不要加水后再放入排骨 这时候的火 要灌成中小火 为什么不要水开后 再放入排骨呢 因为我们这一步 为了要炒出排骨表面的油脂 这样子会增香 第二个原因是让酸菜的本味 入到排骨里面 这个时间大概为两分钟左右 现在已经非常香了 朋友们亲自在做这道菜的时候 会闻到排骨与酸菜 结合出来的那种香味 下面我们就给里头加入汤水 家里面没有大骨汤的话 我们就加入开水 这一点一定要切记 倒入开水的话 会让味道会更香的同时 也会让汤色显得奶白 汤汁滚开后 我们用勺子撇去浮沫 放入五克食盐 盖上锅盖 小火炖煮40分钟 做这个菜 什么酱油 胡椒粉 蚝油 花椒面 就不需要再放了 只需要盐和鸡精 按照我这样做 排骨是没有腥味的 如果想吃味道 窜一些的话 可以放一些胡椒粉 因为胡椒粉本身也有增香去腥的效果 当然在这里 我认为就没有必要放了 这个随着您个人的口味来定 这个菜主要体现出肉的香味和酸菜的酸香 而且二者结合出来的味道 会让这个菜下去又下饭 现在时间到了 咱们先打开锅盖 出锅之前 放入两颗鸡精进行提味和提鲜 然后咬出 放入到汤碗中 上面再撒点小葱花 这样一道酸菜炖排骨就好了 这道菜 酸香软烂 可口 下饭 你学会了吗 如果喜欢 请点击视频下方 关注点赞阿勇美食小徒 阿勇将每天带给您不同的美食分享 请不吝点赞阿勇美食小徒 请不吝点赞阿勇美食小徒